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积分的条件这样一个现象 积分呢通过这个图母发现 如果说这个积分这个值比较大呢 实际上积分的值 积分条件应该属于 相对来说比较小 它这个值如果说因为它这个值如果大呢 它会产生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震荡 积分过大它会产生这样一个衰减性的震荡 它的现象呢实际上是根 这个微分过小的时候非常类似 但是它这个感觉呢 因为这个微分呢 感觉还是它的衰减幅度比较大 而且一直在衰减更严重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我们来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积分呢 来做一个调整 因为积分是误差累积嘛 你如果积分系统比较大实际让它对系统的 呃 就是说 作用力比较强 它就会产生这个积分保和 导致这个 也会产生这个震荡失调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积分呢 它的默认值是0.05 那么我改为0.05 实际上增加10倍 来看一下它这样可以有什么一个反应 积分 我们看视频 实际上很明显啊 它会产生这样一个 类似这样一个震荡失调 那么我们把它恢复成 默认值 对不成默认值0.05 OK我们再来看一下 撞开 这输入就做好转 对不成默认值0.005 它就没有了 刚刚看到了 就是说如果说 恢复成把积分相变比较小呢 它就不会产生震荡 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就是说 在这里已经给大家总结 总结到了 几个比例呢 会产生这样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积分 过大 会产生这样一个震荡 一个震荡震荡 同时呢 微分 过小 也会产生这样一个 带衰减的震荡 如果说你的 批值过大 会产生一个 没有衰减震荡 然后飞机会越飞越高 最终 就会失控 这是这个比例值 比例调节现象 就是整档 越来越大 这是比例调节的现象 同时这块一个网站 比较好 讲解了 这所有的 一种 file 调节的一个方式 有新的同学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 再去 回问图再去分析一下这个 编辑控制 改一个底对的参数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大家做一个总结 如果系统 有衰减性的震荡 游客是你的低微分 或者你的I积分扩大 积分不大容易产生超调吗 这是系统有衰减的人 就是你飞机就是把你系统 在唯一的状态下 它会有一个疾病会荡来荡去 但是会最终消失这样一状态 就有可能是你的微分过小 或者是你的积分过大 因为积分和微分呢 都是让系统快速达到这样一个 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同时会产生抑制 我们的震荡 系统有开 系统呢 有 比如说 这系统整档越来越大 一直直到系统不受控制 这时候有可能是你的P值过大 因为说你P值过大呢 会产生这样一个 会产生这样一个震荡失调 这就不是摔定的震荡失调 当然了 如果说你的P值过小呢 它达到稳定的状态 也非常也非常慢 也是会产生这样一个震荡 P值过大和过小都不太好 那么这里这个PID调试的总结呢 就到这里 实际上也就那么几步 调试飞机的时候 关键是你知道 是调节哪一个 是调节内环的这个PID参数 调节它角速的PID参数 而不是调节它外环 看这地方就是 这是外环 这是外环 外环 你的外环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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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一般来讲是不用去调外环的 先把内环调的比较好了 如果说感觉还是不太好 还好做调整再去动外环 一般我们实际上直接是作用于它的内环 直接调它的角速度 因为在内环呢 离电阶的控制更近 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PID调试呢 就结束了 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本身呢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有什么理论上 或者说 说词上有明显错的地方 还请大家能够 欢迎大家 能够批评的执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